放包里的吗 怎么就没了吗 没有啊 我回来你去镜头找 不是找不到 我早就跟你说过重要的东西 不要放裤子口袋 上次是手机 这次的钱包 你怎么就学会吃一嵌斩一致呢 吃一嵌斩一致 是什么意思啊 没听过 意思就是说 你犯了第一次错误 就要记在脑子里 别犯第二次错误 这个就叫做吃一嵌斩一致 这一嵌斩一致 假的 笑 有人 谁啊 请问您是 这个 被您捡到了 太好了 老邦 老邦 请我捡到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这个 是你的吗 这是它 我一直说 这个钱包就是我的 我是在楼下捡到的 为了确认钱包的主人 我看过里边的照片 我是对面的二婶 我大嫂说 这个钱包有可能是你的 谢谢 谢谢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您请进来喝一杯咖啡 好啊 请进 请 这个咖啡豆的味道不错 看来你们对咖啡挺有讲究的 下次我再过来的时候 把我朋友从巴西带来的咖啡豆 给你们拿过来尝尝 不用了 不用了 您太客气了 你才是跟我客气呢 好的东西啊 一定要拿给懂他的人来分享 才更有价值 听说你在大学做老师 是的 每所大学 交通大学战略学研的老师 大学毕业就留校当了老师 我在美国读大学的 我老公之前一直在美国生活 最近才回国的 你一直在美国生活吗 我五岁的那一年 被我的养父母带去美国的 养父母 你是被领养的 是 对不起 这种事情 一般人是不愿意被提起的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说了 我五岁的那一年 被我的养父母带去美国的 我五岁的那一年 被我的养父母带去美国的 晓得宽多了 对不起 找你 养养一批 养一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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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嫂 我们回来了 大嫂 我们回来了 好 累了 光那么长时间累了吧 不累 这走路有什么累的 我给您倒杯水去 不用了 你忙你的吧 小婉 来过了吗 来过了 她今天不是要陪你去看羊吗 刚才在院子里捡到了一个钱家 给对门送去了 你们没看见吗 我刚才跟妈看见 二嫂已经坐车走了 不会啊 刚才说得好好的 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呢 去给您二嫂打个电话 二嫂没接电话 对不起 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是啊 不可能就突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大嫂 妈 二嫂会不会 得了老年痴呆症啊 我们家文桃可说了 现在发病很早的 难怪她让我 每天多动动脑筋呢 妈 我再帮你摁啊 不用了